農夫的生活 我覺得農村廚房 給我一個很有魅力的想法 農村廚房它可以讓大家來農場 體驗農場農夫的生活是怎樣 漁夫的生活是怎樣 糯農的生活是怎樣 要鑽大魚了 我們會用成養行龍 也真的有故事 當然 因為第一個 這條魚它是億萬年的活化石 世界上它所有的野生都是保育類 可是只要是所謂的人工繁殖的親二代 它是可以自由買賣的 你看它全身都可以吃 它全身是膠質 這條魚在外國它們也都在吃 而且它營養價值 它的一生都是保 我們真的只無貨自保 分魚是這樣子 在養殖的過程 它就是有人特別小 特別大 我就很會吃 我吃得比你好 我就永遠比你大 我們要做一個農肉就去分開它 分開之後 這邊才有機會長大 不然它就是不大會長大 大家只看到一條魚 可是你沒有去看到它 我要從一粒蛋養到上桌 要一年半了 所以我們會希望客人 不只看得到我還能讓你親身去體驗 讓你去參與養殖的細節 讓你去鮑魚 讓你去做料理 大紅頭 放不起來是你孫的 不是我們的你不聽話 是這樣子 好不好 哇 農村廚房其實事實上 我一直在強調尊重食材 然後加上你可以親手動手做幾道 結合在一起回去分享給家人跟朋友 我們希望就是把廚藝的這件事情 不要把它神化了跟複雜化 那我們就能夠很完整地告訴大家說 其實事實上這個食材是自己動手做的